北岸調天宮建廟337年 特別在鮮北武甸來舉辦熱活長青 慧愛北港媽祖 庇佑祖鼻心學長記者會 現場安排到 醫療讓大家來感受到傳統三合醫 家的感覺 歡迎觀看府議長 也是北岸調天宮的當事長 創演到的表現 很感謝所有的團隊 尤其我們中華洋館館的社會 可以來承辦這個熱活長青 慧愛北港 應該不只是慧愛北港 慧愛我們整個營林縣 會希望藉這個活動 拋磚引力 讓各縣市都會一起動起來 一起來關心我們所有的長輩 我常在說 吃幾個要拜九頭 飲水師緣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 辦在朝天宮的聖父母店 媽祖婆四天青年禁 但是也是愛為四天 所以我希望藉著媽祖愛 還有感恩的心 饮水私人的心 一起来关怀我们所有的长辈 说到百岁的 大家都会老 一天你可以把爱传承一下心 下一代就会把爱带给你 再次感谢大家 尤其我们高雄三达姬教会 可以一起来协伴这个活动 北京厅长小美母也感谢到 北京厅长小美母也有意义的活动 谢谢我们北港朝天宫 主办我们今天的热火 长青还有会爱的北港 应该是会爱引领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台湾已经进入高年龄成化了 所以社会政府的社会政策 跟福利政策 不予一力的在举办 除了长青食堂据点 还有热领的活动之外 中华阳光推展关怀协会 理事长创春团就表示 这次华阳光推展关怀协会 这次华阳光推展关怀协会 最多人来保命 保命完全免费 在这里保命就有送前美的礼品 让大家可以来感受到北港妈祖的保命 我们中华阳光这个机会 来承办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能够继续来关怀老人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从5月10号开始 由县政府社会处 来发放给所有老人食堂 还有就是一四溪的部分 由我们县政府来发放 然后到了5月20号呢 我们在由我们特别没有参加 长青食堂这些前长辈们呢 可以到各个祭典 我们的祭典呢 除了北港 北港的蔡永德 环美南河服务处 这个祭典以外呢 还有我们的 朵六 在我们云云县议会的 副议长办公室之外呢 我们都由 县议员陈宇辰 他负责有福威 麦寮 沦辈 有好几个祭典 让520开始 由个别的长辈 到各个祭典来临 然后7月31号 我们收件完毕 那每一位送件 收件的有交件的长辈 我们都会送一个 精美的我们妈祖的 那个妈祖神医 带回我们妈祖 给他的一个保佑 以上是没有 尤尽心记者口誓 风才风不得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